这里是凤宜书院 凤宜书院的建设因林爽文事件在左营旧城遭到破坏 后来才在凤山新城重新建设 书院里头原本除了有教学功能之外 还设有文昌阁、静置亭、草公寺等等 书院里除了保有仍有的古迹风貌之外 还设有许多现代化的使用机能 在书院里头有许多Q版人像 每个人像的表情和动作都不一样 既生动又可爱 这里可以提供游客来拍照留念 也适合带小朋友来游玩参观 然后接下来这里是讲堂 后来,没有啊,这样就好了 这里就是讲堂 就如刚才所说的一样 有许多Q版人物 除了有认真上课的学生 还有偷睡觉的学生 还有我旁边这位 可爱正在肚孤的中山先生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